尤其是在前半场的发挥 进攻的连贯性等等 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尤其是在技术方面 可以说是比较优胜的 当然中国的组合 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的组合 因为蔡温也是一个技术 非常全面的一个投手 尤其是当他在前半场的时候 他往往是可以利用他的技术 利用他的出球 来帮傅海峰创造到一个进攻机会 而傅海峰是一个左手握下的投手 他除了速度比较快之外 同时他杀球的落点和速度 也可以说是最强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曾经是杀球 是投速最快的这个世界纪录保持者 我不知道这个纪录 有没有被人打破了 相信前半场的争夺战 将会是这场球的关键 因为印尼的组合 前半场是非常快的 如果有机会 他好像类似这类企围 就是傅海峰在后面杀球的话 中国队意味着打得比较主动 傅海峰的确实在他的英文叫做smash 在他的杀球方面的速度是相当高的 当时曾经量度过他的杀球的速度 可以高达时速332公里 亦是2005年的时候创出了这个纪录 但是现在有没有人打破呢 暂时未知 但是可以有这样的球速 这个球速已经是相当惊吓的了 穿着白衣的中国组合 蔡温和傅海峰 开局不错 连拿6分 但是终于都要送回1分 给印尼队了 穿着红色衣服的 就是印尼的哈迪均图和尤里安图 这位球迷应该都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300多公里的球速是多么快 你不单要挡到 还要控制球去击球 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动作 中国队开局非常好 7比1领先 这位球手就是傅海峰 是来自广州的 这些球球处理得非常好 当球不是很舒服的时候 就选择轻轻地撥下去 也令到印尼队 无端端打了球出界 打到现在 印尼队的组合 都未能够取得前半场的控制拳 仍然能够取得节奏 似乎好像陈止财教练 之前说过印尼的组合 每一次去到不同的地方作赛 可能热身方面 未能这么快投入比赛节奏 很多时候印尼的球员 经常会是这样的 这个也真的很难解释 唯一一个解释就是 当他们去到冰的地方 肌肉的起动就比较慢一点 那真是 已经是可以说落后太多的分数了 眨眼10比1 说就说我们之前在南丹决赛 见过可以有绝地反击的情况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 在男子双打方面 要面对两位的对手 要真是去抢分就很难的了 11比1 中国十分摇摇领先着 当然由开局打到现在 基本上印尼的组合 基本上都会在下面打球的 前半场是输了的 这里也是造成印尼的组合 不能够发挥它前半场那种 高点快速撥推勾那种技术 所以经过教练的指导 就相信应该会是有点的变化 当然就落后这么多 要追就真的是很大的难度 但是虽然追不到的话 我相信一些教练也都会 叫他们尽量都会全力去打 为下一局的这个做一个准备 11比1 来 要重发这球球 因为球队就说就是还没够 冲 那原来是抢着那个网前 因为如果前面就拿不到的话 就真的打得会是很被动 看到赛温就再一次在网前就 就比对手更快一手 那看到夏迪安图就是想撥个中路 看 这球球是界内 看到打到现在都跟我们所预测 是有点距离 双方球员都并没有有太多的拍数 三几板就死 三几板就死 哎呀 这球球真是惨啊 就是赛温有少少就是大意 那结果它是打不正那球板的 结果反而是令到自己的板线是断了 那这球打不死 那移动慢了 那打不准是需要换板 那换回新板之后呢 就继续比赛 这些就是印尼的应有的 就是队型应有的打法 但是打到目前为止 一直都打不出 中国队仍然是领先九分的 球球是发了一个短球 看看慢镜 这些球球真是很难判断 我们旁边的角度看就似乎就 应该是未到 未到界 所以刚才那分就给中国队 但是印尼也都立即抢回分 但是落后九分 又再要在中间看一看 15分 刚刚应该球球又是再一次过不了 又送回中国队 5比15 现在印尼落后10分 守风还是非常不顺 打什么球都打得不太快 好球 相信这一局印尼队就不要了 无谓做出一些体力的消耗 落后12分 真的想要都要不回 看一看 现在轮回到中国队的发球 继续 如果看到现在 虽然说这一局都可以说 中国是胜券在握 但是在我们看昨天的比赛 印尼方面 其实在准决赛的发挥 看到他们的进攻力都不错 但反而为何在这一局 暂时目前为止 使出不了呢 相信中国队呢 就经过昨天看了他们的组合比赛之后 做了一些针对性的部署 因为明显 所以蔡温在网前就赢了 所以印尼的组合 今天打起来 基本上都是在下面 好像这球球那样 都在下面那里击球 但是他又想硬地控制网前 不单是控不了 反而被蔡温控制前半场 高我就打你 低手我就放你 就逼着你 都是要挑起那球 刚刚看到 赴香风又是换了一支板 因为那球板就好像转了 断了 可能真的球速太快 球板的消耗也是比较大些 这球 好像之前的球球 印尼的球手是想太勉强上控网前 不单是控不了 因为中国队是有备而战 结果反而就很被动了 硬地也要挑起那球 二十七 这球也打起来 第一局 中国的傅凯峰和蔡温 都可以说 赢得相当轻松 二十一比七 大比数 赢了这个印尼的组合 哈绝恩图和尤利安图 看见印尼队的教练 赢杰和Thomas 也似乎好像没什么心机 因为始终自己的队伍都在落后 当你有进攻的机会 其实印尼队都可以攻得进 但整个气势 到目前来说 仍然是被中国队压住 在下面打始终也是比较被动 好 这个进攻就对了 就是向傅凯峰那边去进攻 因为傅凯峰的球路 就是变化 可以说是比较… 没那么好 因为他攻强 但是防守比较差一点点 好 反过来 赛温在后面的进攻 就没有傅凯峰那么好 所以如果经常是可以 调转这些阵式的话 印尼队就有机会了 这球球我看到傅凯峰 走到一半就突然不走 也令傅凯峰 这个赛温凸了一阵 再一次调乱了棋位之后 印尼队再一次得分 因为始终赛温在底线的攻击力 就是没有傅凯峰那么强 反过来 傅凯峰在网前封网的时候 又没有赛温那么快 加油 所以真的 印尼队连续几下 都是成功地可以把赛温逼到后场 这球球太勉强了 因为连续几球都被人攻击 所以赛温也选择了 硬地去抢网 看到哈迪欣徒也拆捕到 对方的这个意识 再一次也是在赛温在后场的情况下 印尼队得分 所以中乐队相信一定要尽快 将这些局面扭转 对了 好, 这一球也出界了 比印尼队现在可以反超前2分 加油 加油 印尼队的战术是运用得非常好 除了加强了前半场的抢点之外 同时在防守和进攻方面也有改善 最大的… 先看这里 最大的成功是 成功将傅海峰拉上去往前 将胡温在底线 这样的棋位也令印尼队取得很多分数 好, 暂时就是13比14 这球开球漂亮 好… 其实这球真的有少少这样的… 可以说走法律, 偷鸡的成分 很多运动员在关键时候 通常都会这样的 将那个开球的时间转一转 放慢一点拉板的动作 令到接法球方向前中之后 再弹一个后面 但是这种方法不能够用得太多 抢得很快 印尼队再一次领先 十五比十四 这个球球 由利安徒捕捉的位置 但是下手不能上网 再看一看 刚刚好都是过不了白带 中国队又再拿回这一分 和第一局相比起来 这一局真是打得紧臭很多 中国还是和印尼拉成军势 抢倒再来 始终防守能力方面 副开锋是比较差一点 其实它可以防止两板三板球 但是由于球路是比较… 就是不要那么刁转 就是变化比较少 所以也很容易被对手连续攻击 看到陈兴东也是很紧张 因为始终去到这个阶段 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其实刚才看到陈兴东教练 都…表情有点特别 有担心之余 看到自己的球员有点微笑 可能他大概都知道 他们现在这个蓝双组合 那个攻守方面的强弱 所以真的没办法了 如果被对方压到过去后场的话 好,再在前面抢 这球球 是出界了 17,60 看来应该… 球阵就判这些球球 应该是赴海峰公道 看一看吧 看不到我们这个角度 印尼队得分 那换过来,印尼队的得分 17,16 太好了 这个时候赛温就… 可以说是强硬都要攻下去了 因为没得选择 因为这段时间不敢攻就没办法了 一路攻一路冲上去 加油… 加油… 17比17 真是很紧张 这几分的发接法 就将会成为胜负的关键了 看看附海峰的发球可不可以过到关 对方开到关键了 有一点 又又是斗响网 傅海峰在前面 就是会差一点点 其实当傅海峰在前面的时候 就不应该要求那么高 应该来讲 就是尽量先开一个波 想办法自己后退 好, 起手… 在這刻, 要抹一抹汗 非常緊張 雖然中國隊現在領先一局 但是如果這一局 不小心被印尼搶回來 到第三局也挺難捱的 好, 靚哥 危險 有一點誤會 幸好另一邊也誤會 真是傅開芳這球真的頂得很好 看看盲景球 一球, 再來一球 這球令對手有點誤會, 衝得太前 沒想到傅開芳可以頂得住 接半鐘場的殺球 接下來這一分就更加重要了 對, 賽溫發球應該沒問題 以他以往發球的穩定性是非常好的 搶得漂亮, 機會 漂亮, 跟得比較慢一點 看見蔡溫也是死搶 這球球僅僅不過網 真是慘了 看看慢鏡 始終去到重要關頭 都是向著傅開芳那邊攻擊 看到傅開芳也是非常之失望 加油 陳慶東也是緊張買一份 1980, 來吧 看到傅開芳想跟著後面 但是跟著後面又不跟著 結果, 賽溫仍然被對手押在底線 看看這個慢鏡頭 其實他是想轉線打對角 令傅開芳做一個輪功的進攻 但是由於第一次傅開芳走錯位 走一下不走 所以這一球反而令賽溫失位 趕快的順勢 很棒 重點大絲 直接球進攻 暗窩二搶回這一球 逼得跟印尼打Dules 再贏這一局去取得這個南雙冠軍 關鍵的一分, 二十十九 中局隊發球 但是傅開鋒發球, 傅開鋒在網前 帥球 看到蔡溫真的很大膽, 很聰明 明知對手就會搶攻 提早的判斷 這球球是反應很快的 蔡溫在頭頂的殺中路 二十比二十 好, 傅開鋒放在後面 有一點失誤 接著再回的時候就回到出界了 印尼隊也是很聰明, 打得很聰明 當有機會的時候 就是一直向傅開鋒 尤其是在正手那邊攻擊 因為傅開鋒的反手 那個抽擋能力是比較強的 又再輪到印尼的決勝分 二十一二十 好, 真可憐 這球球 可說是雞腿球竟然打了下網 結果印尼的組合取回一局 好, 真可憐 這球球很可憐 這球球很可憐 第二球 第二球 可說雞腿球竟然打了下網 結果印尼的組合取回一局 一場非常精彩的決賽 已經是我們今天欣賞的五場決賽 裡面第四場決賽 需要打到第三局決勝局來分出高下 這場球有少少像男子單打的味道 對呀, 第一局就見到 本身我們中國的組合 傅開鋒和蔡溫 大比數二十一比七贏了 跟著印尼的組合 哈德根圖和尤利安圖 僅僅險勝二十二比二十 來到第三局 會不會又好像在我們藍丹的時候 中國又是想到 每一尾會僅僅輸了這一面 金牌走就真的要落足壓力 第三局, 一開球 真的, 跟藍丹一樣 本身先輸一局的印尼隊 馬上搶攻取回 當然我們希望傅開鋒可以勝出 但是作為球迷來說 最重要是打出一個精彩的比賽 還是對著傅開鋒來攻 印尼隊打得積極很多 好球 看見到尤利安圖就在頭頂 突然間有一個大斜線 看見蔡溫也防不住 印尼隊就是第三局的開局 是開得非常之好 明顯 人的移動速度和打法都積極了很多 這球球是打中 這個, 下跌殷圖的頭 因為避不住 因為球速很快 因為傅開鋒 殺下去的球真的很重 幸好是滑一滑 如果是打中的話 所以我相信會在頭上起到一個扭 這球球是出了街 中國隊是追上2比2 加油, 加油, 加油 也聽到現場 也有一群中國的球迷 這群擁躉 也希望可以憑著他們的打氣 令中國隊快點贏得這個冠軍 但是暫時來說 雙方實力都非常平均 在場 始終蔡溫在後場 漏洞會比較多 當這些棋位 無論是攻也好 防也好 都沒什麼好處 往往都是輸球收場 所以中國隊相信 是要怎麼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當傅開鋒在後面進攻的時候 然後蔡溫在後方可以捕捉到 這個傅開鋒的攻擊之後的回球 令到他們的進攻就會暢順 3比3 3比4, 3… 4比4, 3… 顧開鋒繼續發揮在底線攻擊的威力 這些半場球很難去防 因為實在是… 那些重量是很難想像的 5… 5… 3…4… 看大家鬥搶網的時候 傅開鋒是… 這球球是打不中的球 有少許撻球 1, 2… 1, 2… 1, 2… 始終還沒解決… 5, 4… 傅開鋒在靜守區各方面 被人攻擊的時候的弱點 再一次出現 印尼隊在進攻的力度方面 雖然是不及得上中國隊 但他們的落點是… 掌握得是非常之好的 這球球是5個行 變成中國隊先取回一分 都是拉成平手 5比5 再看看近鏡 剛剛沒有… 千萬不要出版了 一出版的話 我們在之前藍丹都見過了 出版過網 就變成要送回一分給對方 漂亮 看見傅開鋒這球球打得很漂亮 動作好像向對角線擊球 但其實球是去直戰 亦令他為自己創造到 另一個進攻的機會 中國隊反超前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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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球球的進攻的路線 其實印尼隊是對的 但明顯就由利安徒 不是說很… 他們是為了自己的目標 所以在直線就封不住這球球 好球 經過這麼激烈的爭奪之後 雙方球員可能體力精力都有所下降 這個時候只要有一對球員 有一個球員要求抹汗的話 一般來說 球證都會以人道的立場 都會允許球員做一個暫停 看見兩邊的教練 都是在這一刻 很難說不神識形中的 因為第三局的決勝局 一下有一點溝通上面的失誤 是 因為傅開鋒其實是衝了上去 看到傅開鋒是跟了上去 但是打了一下, 跟著又停下來 看到傅開鋒也誤會了 所以在比賽當中 進…即是進位一定要堅決 要麼你進去, 要麼你不進去 傅開鋒在反手區的路線比較多 所以往往印尼隊 進攻的目標是打到他的正手 好, 這個位置他可以做出一些勾對角 但是他的正手區出球是比較直的 現在這段時間 傅開鋒的防守是做得非常出色 再一次反手的一個轉線 防守轉線 為賽溫就拿到一個往前撲球的機會 第一次拋離的分數 九比六 防得漂亮 始終是攻錯人 再加上這段時間傅開鋒的防守 是做得非常出色 亦都令到印尼隊想轉線 其實印尼隊一直都是一種… 可以說是比較主動的一隊 我看見了蔡溫也非常興奮 為自己打氣 蔡溫繼續發球 救到…這球就沒有了 好, 其實他向前後的位置 攻擊就是前後的位置 即是當防守 站到這些前後位置真的很難防 要強調那個球 沒有了 7比10 搶網搶得很厲害, 雙方 結果, 始終蔡溫在網前 也是打得比較好的一位球手 領先11比7 加油… 當然, 可以說一直咬得很緊 說是拿著四分優勢 並不是說絕對可以就這樣 就贏到這場球 因為畢竟印尼在調節方面 做得相當好 尤其是他們在第二局 在這一邊的場區 是發揮得比較好一點 雖然是領先 但也不是說有十分大的把握 尤其是第三局 11分開局這段時間 就是很重要 如果可以順利把分數拋離的話 將會佔優很多 但相反如果這段時間 就被對手追貼的話 可能也會出現一些 很多我們遇上不到的一個變化 在球場內 其實也看到很多印尼的球賣在這裏 11-7 人尼隊的教練 好了 休息過後 11-7 中國的傅凱峰和蔡溫領先4分 1-7 這球開球也是… 12-7 即是開得很漂亮 再一次利用這個時間的變化 令印尼隊接發球的球員 就是起動時間不對 對 危險 始終有機會進攻的時候 都是落在傅凱峰身上 這個位置經常被對手攻擊 所以傅凱峰在正手的防守方面 就要加強這個變化 果然傅凱峰在底線進攻的時候 就再一次出現一些漏洞 好了, 印尼又追近一點 9比12 還欠3分就追到了 這段時間 中國隊打得沒那麼順暢 好球 中國隊的機會 這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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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傅凱峰捕捉得很漂亮 然後他是左手球員 當對方是打對角的時候 就以為是反手 誰知道是… 剛好就是傅凱峰的正手 這球 這球 我看到傅凱峰 就挑球的位置是挑錯了 其實不應該挑去直線 應該是挑去對角 來保護傅凱峰 這些半場球 傅凱峰就很難可以防得住 好球 好球 台灣在一次發揮前半場的 這個捕捉的優點 真的很快 打完一球之後 下一球球基本上已經判斷到 暫停之後 是傅凱峰 看是不是傅凱峰發球 這球由於是沒有南韓球手 在打比賽 是 給了南韓的觀眾 亦都沒有什麼 好像之前 舊前所打的兩場比賽 這麼興奮 當然 其實 或者已經興奮過度了 因為之前可以看到 真的 兩邊都是三局可以贏球 分別就是運雙方面 另外還有藍丹 可以擊敗世界一哥藍丹 而取得了金牌 所以來到這裡 可能心情比較平復一點 但是相反 在場上兩支的球隊 現在還是突然難分難解 十五十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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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經過突破之後 傅凱峰就回來了 在網前都可以發揮到他的威力 擋完一個半鐘場球之後 就自己跟了在頭頂區的一個殺球 看到卡迪欣桃也很失望 讓他回看他的表情 好了,再一次出現前後位 兩個球手都是搶著球球 加油… 這段時間絕對不能夠放鬆 一放鬆給印尼的組合追多兩球 就會很容易手軟 見到尤里安徒也很聰明 想提早開球 不錯 這球是出了界 17比12 17,12 這段時間是蔡溫發球 應該對中國隊有利 因為蔡溫開完球之後 第三板的跟進非常快 而且效率效果非常好 拿到進攻機會 最佳的攻擊位置, 好球 18,12 多拿一分 18比12 中國這個組合 當蔡溫開球的時候 勝出率高很多 因為他的跟球是跟得很快 尤其是接第三板 往往可以直接或間接 拿到進攻的優勢 這球球太勉強了 想出手撥球 誰知道對方的質量實在太漂亮了 勉強挑起球就打到出界 是 絕對不能放鬆 這段時間 一定要攻, 沒有選擇 繼續搶 機會 這球真可憐 是 14 18 即是反應慢了一點 實在這個反抽質量非常漂亮 亦令蔡溫來不及反應 機會 再一次失誤 15 18 不可以急 這兩分就丟得太快了 印尼隊就越追越近了 現在15比18 機會 這個防守防守防得很漂亮 沒有了 服務終於 19 15 傅開鋒 經過三下的搶攻 結果在最後一半都是他自己保重 快 快一點 19 19 15 傅開鋒發球 這個位置一定要得到分 搶得很厲害, 看到蔡溫 3 3 再一次在關鍵時刻 又再一次主動的散落網 明顯就是人急了一點 擊球的時間是不太對 往往很多球手 當去到這樣的階段 意識和出手有點不同 很容易打得落網 有了 有了 20比16 好, 中國隊去到碰碰碰碰了 拿這一分就可以獲得南霜的冠軍 看見蔡溫也是一直為自己打氣 真可惜 想著蔡溫 發球應該是很有把握 但是這次 被對手一個推對角線 傅開鋒轉身慢了一點 好 17比20 好, 出發 好, 結果就是大家出街 贏了中國的富海峰和蔡溫 以21比11 局數2比1 就是贏了印尼的哈迪恩堂 和尤里安堂 辛苦了三局, 終於得到回報了 中國在這裡獲得第二個金牌 好, 跟大家重溫今天五場的賽事 中國最終可以獲得兩面金牌 而香港也獲得一面女單的金牌 上一次 一起以熱烈的掌聲 恭喜我們中國的這支組合 南霜的冠軍 蔡溫和傅海峰 在韓國公開賽這裡奪得了這一面金牌 都可以說為中國在這場賽事方面 拿回一個信心的肯定 最終在三局才 幾經奸身贏到這一面金牌 都認真是得來不易 現在的 銀行 三局 剧場 此 shocked 蒟 非常